何鸿,1921年11月25日生于香港,著名港澳企业家,有澳门赌王,之称,是何东决士帝和福的孙儿之一,何士官儿子,在家中排行第九。 何鸿燊拥有犹太、荷兰、英国、中国,多个民族血统,按照何东家族的传统祖籍,跟随母系的广东报案。 1961年,澳图政府规定博彩业,需通过专营制度实施,何鸿看准时机,重返澳门,与霍英东等人合作,一举拿下赌场独家专营权,迈出赌王之路的第一步。 20世纪九十年代初,又在澳门建立皇宫赌场等多个赌场。 除香港和澳门外,何鸿燊也在多个国家投资,包括越南、北韩、菲律宾、葡萄牙等。 除博彩业之外,何鸿的产业还涉及房地产、建筑、穿物、投资等多个领域。 至2011年,机器下的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,香港新豪国际集团,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,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,王牌国际,澳门成兴银行等。 2008年1月,福布斯杂志公布它是香港第19位富豪。 2009年2月,福布斯杂志指出其身家,因金融海啸暴跌进就成。 至2011年,其控制的资产达5000亿港元,个人财富有700亿港元。 在2011年福布斯香港40名富豪榜中,以31亿美元,约合204亿元人民币的身家,排在第13位。 和红是澳门博彩史上全是最大,获利最多,名气最小,再为最长的赌王。 澳门人称他为吴免总督。 和红13岁的那年,父亲与三位叔伯炒股血本无归。 家产全部化为泡影。 二伯与叔叔自杀身亡,父亲和世光逃往越南。 和红与母亲留守香港。 由于抗战爆发,香港失守。 和红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中短,1941年首持十岗元来到澳门谋生。 后来因工作关系,认识了一个大客户的妹妹,一见之下惊为天人。 所以展开了猛烈追求。 这个大客户的妹妹,不仅出生名门,还是澳门城中有名的美人。 气质和当时红级一时的女星,应个力高慢相近,群下支撑无数。 不过,和姓男子亦是一表堂堂。 言谈举止又揭起身世,很快便俘获了美人芳心。 那年初月时,赌王不过二十出头,李婉花也是青春少爱。 何红为了追她,也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的。 因为李婉花是葡萄牙人,何红为了追求她,专门去学了葡萄牙语。 又日日趁李婉花放学时,携车到她住的山水园约会,放工后再约她饮茶。 当然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女子,遇上像何红那样颜值高,风度佳,有痴情的翩翩少年,都很难不现进去。 因助李婉花的关系,何红在澳门城中结识了不少名流,后来何红生初次创业,李婉花也帮她打通了不少关系。 1947年,李婉花生下长女和超英,接住长子和尤光也出生了。 丈夫英俊潇洒,事业有成,儿女又双全。 对于李婉花来说,那段时间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了。 但1957年,李婉花却突然患上结肠炎,便寻民医仍未能根治, 加上引起其他并发症,必须切除胃部,长期服药,只能吃流质食物,体重也由115磅跌至70磅。 刚开始何红生也对她呵护有加,不管多忙,也总会抽空陪她聊天,与她玩指台,还故意说给她让她开心。 她说不管她变成什么样,她都像以往一样深深爱住她。 但渐渐的何红,越来越少出现在她病床前。 几个月后,何红以大清律历为由,娶了同样出生名门的二太太,蓝琼英为妻。 何红在何红传中曾这样为自己开脱,我不能一辈子当和尚,关切我当时一家大业的。 工作非常繁忙,各种各样的应酬不少,需要一位女性操持家务,并时常陪伴自己左右。 可怜卧病在床的李婉华,也只能含住泪答应,次年她的三女儿何超贤出生。 1962年,发生了不少大事,比如何红生成了西赌王。 比如李婉华和蓝琼英各生下一女,何超雄。 何超雄,都忘记成人。 有十年,李婉华遭遇车祸,脑部受重创,昏迷了整整一个月。 苏醒时,也失去大部分记忆。 不仅长时间不懂进食,行动也很困难。 这样也好,她忘记了对何红的爱,也再也不会对她有丝毫怨恨。 她独自住在澳门的主屋里,再也不出现在人前。 偶尔何红生会偕然穷莹来看望她。 但或不担心,八年后她的长子何游光和媳妇,刚在何红生位于葡萄牙里撕本的寓所之晚饭,在返回自己家的途中遭遇车祸。 赌王极度伤心,一向是儿子如命根的李婉华,自此更是一病不起。 听闻和邮光车祸去世的消息,李婉华长女和超英怒及攻心。 她前往国外流浪十几年,本年精神一不佳,65岁就凋毙去世了。 又过了许多年,赌王娶了三胎,四胎,生了十几个儿女,而这些李婉华都已不再过问。 三胎曾是李婉华的私家护士,2004年,80岁的李婉华因病离世。 她的三女儿和超纤曾很沉痛地说,她没对人做过坏事,却要承受很多病痛,上天对她太不公平。 但如今她终于解脱了。 李婉华离世后,八十几岁的何鸿为她忙前忙后,亲自到澳门拣选目的。 在复文中,何鸿灿亦,爱妻,称呼和李婉华,而家人排名中亦没有了三个姨太太。 这是何鸿灿亦给她的最后尊重。 2007年,赌王携三胎,四胎出席活动,被问,心中谁排第一位。 年迈的赌王说,最爱的也去世。 如今赌王老矣,看她96岁的生日照片,再也不见昔日的英俊面容。 也不知她的梦中,可还有那个帮她走过六十三载光阴的结发区。 何鸿灿一共娶了四房太太,共给她生育了十七个子女。 四位太太各自为政,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家族就此建立。 家产争夺战开始于2009年何鸿生病入院。 一家人为了争夺家产,不仅闹得满城风雨,更是闹上了最高法院。 终于,2011年3月10日,何鸿发表声明称已与家人达成共识。 各成员已签订了家族和解协定,具体内容并未公布。 如今,家产风波总算告一段落。 2017年6月23日,信德集团发布公告,何鸿将退任行政主席。 由何超穷正式接掌这家市值超伟一的集团。 至此这家港产豪门的大戏落下了帷幕。 一代传奇,赌务王,何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 赌务后,何超穷缔造的传奇即将开始。 独广风流一世,出身显赫豪门却家道中落, 后凭借业绩之力为自己再造豪门, 富可敌国,堪称传奇。 然而往年却遭遇家人争夺家产, 恩怨情仇,真假难辨。